又要调涨了呢 台北蛋商工会说 从今天开始 鸡蛋价格每台金再涨两块钱 民众很无感 只是用蛋量比较大的一些业者 就喊说吃不消了 那为什么鸡蛋又要涨价 原来是跟天气太热有关系 这个高温导致蛋鸡的产量大减 再加上疫情趋缓 带动观光业的一个需求增加 所以供需因素反映在价格上了 鹅仔煎蛋炒饭香喷喷 蛋美食多样化 不过蛋价一涨再涨 台北蛋商工会表示 20号开始蛋价每台金再涨两元 贵很多啦 因为之前三十几块 后来就变成 现在我出来买四五十几 觉得也还好啦 蛋农也需要生存 一斤多两块买两斤多四块而已 谁都能接受 家户用蛋量少 民众几乎没感觉 因为涨幅并不大 但对于用蛋量大的业者来说 可能会吃不消 我自己做生意的啦 我是觉得现在蛋一直涨 对消费者来讲 或店家都会有影响 原本四百七嘛 之前八百四左右 对我们来很吃力 成本会又增加一些负担啦 鸡蛋产地价 从原本四十点五元 变成四十二点五元 枇杷价则是从五十元变成五十二元 估计零售集蛋价 恐怕会持续上涨 这次影响不大 这次主要是反映工需的那个需求上 需求量稍微比较大一点 一般照理说夏天的时候 应该都是 蛋的价格都会比较偏低 今年比较特别 農委会表示尊重市场产销机制 但光是今年 蛋价就涨了六元 分析这次涨价原因 除了受到前一波资料涨价影响 部分牢机淘汰换雨 跟天气太热 蛋产量下降也有关 另外疫情区换 国旅人潮带动观光需求上升 蛋价工会推估 一天至少缺百万颗以上 不过一个月后 情况会区换 三地新闻中志伟 林俊华 罗佩宇 台北接触